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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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规划两套的机组呢 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采购的 以及正在进行细部的一个作业 规划SCR的一个更新改善作业 将会在税修的期间来进行 那也从原本规划的预计规划 改善期程是四年 也缩短到三年 那经过SCR改善完成之后 将我们提高发电量 容量因素从50%提高到70%的一个情况之下 导致天然气用量增加 但是所有的相关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 都还可以控在原核定下 那接下来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 我们这一次整体的一个变更内容 主要分成五项 大概就是在运转方的模式的部分 从容量因素提高70% 整个满载发电运转时间 从4380个小时提升到6132小时 那天然气使用量的部分 会从原本的63万公噸 提升到85万公噸 那在氮氧化物的部分 因应配合森巴厄旗岸的一个规和承诺 那么有一个氮氧化物小时值 会从原本的20ppm上 下降到调降到14.5 因此我们在 申巴厄旗的 缓说书的内容里面也承诺 在申巴厄旗 必须办理工德电厂的环平的变更事宜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将这样的 这个变更项目 纳在我们这一次的变更的内容之中 那因我们这一次提高荣因 改善了SCR的一个全面作业之后呢 未来在氮氧化物小时值的部分 我们会调降到10ppm 那在热机跟停机阶段 予以后也会再予以调降 加延到30ppm 那年排放总量则有 原本的 7-1.2公吨呢 再下降 原本是638.5公吨 那近期呢 也跟SCR厂商再进一步的一个 确认是否可以再有所精进调整 他们也在下修到606公吨的一个 淡氧化物排放总量 那立装物的部分呢 则依照实际的一个实际来进行相关的检讨 也承诺立装物的部分 从原本的48.9公吨下降到40公吨 那另外在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承诺部分 我们除了维持 如果在溶量1550%的时候 是0.387公斤的一个二氧化碳之外呢 我们也提前如果达到溶因60%的时候 我们承诺氧化物排放量是0.383公斤 那接着跟各位说明 我们前次的查查结论 以及这次的树叶建重点回复 首先在空气软物的一个排放量检讨部分 那淡氧化物主要是利用我们的空气软物排放率 然后成容量因素 那依照我们刚才所说的 风的电厂主要在氮氧化物的一支部分 采用的是SCR的一个设施 那经过我们SCR改善之后呢 我们有氮氧化物的小十字 从20ppm可以下降到10ppm 那这个的一个线标准呢 是同期燃气电厂最严格的一个标准 那在排放总量的部分 也可以从71.2公斤下降到606公斤 整体可以有135.2公斤的一个下降 那在氮氧化物的部分 也有8.9公斤的一个下降 那另外在氮氧化物一支部分呢 我们刚才有提到 因为配合我们森霸二期的一个规划检讨 那首先那个部分 当时候是规划是在平板式的触媒 进行太久换新 那助安的系统可能会进行 有一些相关的喷放口的一个升级 那当时候承诺可以调这样子的一个 氮氧化物小时值是14.5 那我们这一次也就是提高氧气量之后呢 这是我们全面的进行相关的一个升级 在触媒部分就由平板式改为蜂巢式 那这个部分可以有比较大的一个比表年纪 可以有比较高的一个转化率 然后可以提高整个一个脱销效率 那另外在整体的一个住安系统部分 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也增加了一些盆安管 然后进行每一个小区域的一个盆安调整 然后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转化 但是因为受限于现在目前 氮氧电厂已经已经17年是 比较既有老旧的既有电厂锅炉的部分 受限它的一个原本的设计 以及SCR框架的一个容纳量 那现在经过检讨它氮氧化物的去处理 大概是最好的部分是达到72 它这个部分也优于同期既有的一个电厂 那在升级的一个实陈规划里面 我们都规划在今年以及明年的税休期间 会进行相关的SCR的更新 那预计是在112年的4月30 可以完成整个SCR的生计改善作业 那在氮氧化物部分 我们终整的再跟各位说明 就是原本在环品核定的时候 是达氧小时排放浓度是20ppm 是在农英50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总年排放总量是71.2公吨 那我们第一阶段配合升八二期的部分 我们在小时子有下修到14.5 那预估它的一个年排放总量是684.2 那这次刚刚有所提到的SCR的重新跟改善之后 我们再次检讨之后 我们小时子可以达到10ppm 那年排放总量的部分 我们也承诺下降到606公吨每年 那整个在有关于SCR 烹烂的一个机制部分 整个本计划的SCR的触煤 它是在360度跟400度的时候 会达到最佳的一个去除率 那根据我们109年的负载状况的一个统计状况 可以看到说负载大于75的一个状况下 大概是占了97.8% 那我们除了承诺我们的安息浓度 不会超过3ppm之外 我们也承诺在SCR更换的时候 一并会装设安息的连续监测系统 进行相关的一个监测作业 但是在负载小于75%的部分 大概我们经过统计的大概是2.2% 那在这个负载小于75% 是属于机组快速变动的一个阶段 那触煤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一个反应 那电厂也恰询了相关的原厂设备商 都没有办法承诺相关的 安逸上的一个浓度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也利用相关的空品模拟 把unstep的一个影响参数带入之外 我们也考量我们这一次封的电厂 大小时值浓度以及棉排放量下修 那我们也考虑到未来的一个 森巴二起岸的一个加成的影响 那我们模拟之后呢 各民干电的一个最大增量浓度 编更后的一个增量都低于编更前 然后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一次的编更 对维护空气品质是有正面的一个效应 另外有关于委员比较关心 输气管线压力异常时候的一个风险管控机制 那东德电厂已经有建立完善的一个 输气管线的一个维护管理计划 那在110年更升级了更灵敏的 硬波泄露捐测系统 提高整个安全管控的一个机制 那此外呢 电厂有订定了相关的一个SOP 包括了输气管线的维护保养作业 IP检测 还有它相关警笔电位的一个检测作业办法 那这些都明定的相关巡检 电位的一个检测周期等等的一个准则 那这部分呢 电厂都一切实的执行 那过去呢 电厂执行到现在都没有相关灾害的一个记录 也对质安也非常的用心 那在109年更获得了国家质安权奖的一个最高荣誉的肯定 是企业标杆奖 那目前呢 也是全国免疫电厂唯一的一座 那有关于温室气体解碳的一个部分呢 我们在进程的部分 如果用燃气来取代燃煤 那一年大概就会有91.86万公吨的一个减碳效益 那在中长期的部分 过去电厂就已经长期自主的进行相关的一个减碳的工作 包含机组的效率改善 以及深水节能的一个改善措施 未来也会持续滚动式的检讨 然后以增进相关的一个减碳效益 那另外我们这一次变更了 也新增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桥木 大概有500棵 包含了厂区以及异地的方式的地区 都有相关的一个新增桥木 那在新增树木的一个规划部分 厂区内大概就是会种有在北侧西侧 会有145棵的一个桥木 在保育区大概利用下目前的剩余绿地呢 会再种植295棵的一个桥木 那厂外呢我们也选择了 学校以及公民机关会进行厂外的一个种植 目前已经取得山上国小 山上国中以及大拔国小的一个同意函 那未来呢也会跟校方进行一个很像的作业 取得每半年了解它每颗墙的一个生长状况 如果有桥木死亡的部分呢 开发单位也愿意在适时的提供相关的桥木 予以补持 那未来在规划部分呢 也会依照光复建厂的一个规划 是以本身复成植栽的一个规划 来进行相关植栽的一个种植 那本计划是符合政府能源转型的一个政策 然后也配合整个电力调度 可以维持稳定的一个供电 那我们在我们这一次提高整个SDR的效能之后 可以降低氮氧化物小食值排放浓度以及总量 它整个对环境的负荷是没有增加 它对环境影响是有限的 很请各位委员会支持同意本次的一个变更 以上是我主要 好 我们谢谢开发单位的简报 那接下来 本来应该有常听民众的发言 好像今天没有 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阶段 那今天有参加的这个练习机关 那我们先从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各位委员还有那个各位代表 那平安是配合政府要那个蒸汽减煤的政策 那所以说天然气的容量因素要增加了 那因为台电在配合这个空气品质二货的时候 要说一些调度 那会增加那个天然气的用量 那所以说在符合法令规定下 本局是支持这个案子 也认为这有必要性 那另外呢 业者也对那个相关的环境污染的设施 包括SCR等等效率的提升 还有氮氧化物的排放的减量 还有那个提升发电效率等等的 对那个环境的冲击影响波 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那基本上为了配合政策的需要 那也为了这个我们空气品质的一个 惡化的一个调度 那希望说各位委员能够予以支持本案的变更 以上 台南市政府 金发局王文卡主任 主席 各位委员 还有我们能源局的江科长 还有我们开发单位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想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召开我们那个封德电厂的 第四次环差的一个工作小组会议 那也感谢前面三次各位委员所提供的意见跟指导 我想这个案子他们最主要就是像陈如刚刚江科长所说的 他是要配合一个国家能源转型自动车 他提高一个天然气的用量 但他提高用量的同时呢 他其实也致力于环境的改善 比如说像这个先前委员会常在的这个 氮氧化物的排放这边 他虽然整个一个用电 供电的一个增加到40% 但是他整个一个空的排放量不仅没有增加 甚至下降 那所以说这个在提升整个国家一个供电的一个 稳定跟环保的一个强化 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那另外根据我们台南市政府过去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我们封德电厂他这样经营多年来 他并没有任何环保方面违规的记录 所以可以说是一家非常有良的企业 而且他刚刚也报告过他们在109年 获得行政院环保署他们这个安全卫生最高的一个企业标杆奖 所以可以说是我们台南市一家非常优质的企业 那当然我们台南市政府在这几年来 招商也非常的积极成功 相当的丰硕 我们也引进了相当多的一个国际知名大厂 比如说像这个台积电 他的3奈米5奈米产入陆续续都已经在兴建当中 那另外艾斯摩尔也引进这个 也即将到我们这个台南这边来设厂做一个进驻 所以在这方面呢 其实他们用电量都有他的一个需求 所以刚好这一次我们封德电厂 他也做一张环差变更 来增加他一个天然气的一个增量 增加他的发电 其实对我们整个一个全国或者是台南这边的一个供电稳定度呢 其实他是有正面的意义 所以这一次我们他的一个环差变更案 我们台南市政府是表示一个乐观其成的一个态度 也是希望对我们这个产业相当大的发展跟帮助 所以在这边也祈求各位委员能够支持这个案子 以上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台南市环保局 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出席代表大家好 那针对这个部分我们环保局这边是没有提供意见 谢谢 来南市山上西东城 大家好 客人 客人 各位各位长官 大家早安 至于在地方来讲 当然三霸在这几年当中 他在运作当中各方面都很正常很安全 唯一的 因为我今天看到这些数据 我们希望说在地来讲 希望有一个这么安全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我们希望他做一些简介 简单的简介 让我们在地的里面他都会知道 因为有时候用讲的他们听不懂 有一些数据让他们更安心 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 简介在地方做的努力 尤其这一次配合国家政策在推动 当然在地方上 我们也希望说在安全无疑之下 我们全力来配合 谢谢 谢谢 你现在请黄宝署的空宝处 没有麦克风 主席各位委员 大家好 这个部分空宝处是没有什么意见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单位没有签到的 有没有 如果没有我们就进入委员寻查时间 那我们按照座位的顺序先请典委员 谢谢 谢谢 召集人 委会的各位委员跟相关单位的代表 还有开发单位 那这个 我的书面意见非常谢谢 开发单位大概针对这个 推动节能减碳的部分 大概也做了适度的这个补充 基本上大概从109年的这个碳的比例 从39.6下降到114年的27% 所以基本上是配合国家的一个 漆碳的政策 那从这个书面的这个简报资料 在简报的第12月 那基本上大概有做了蛮完整的 节能减碳措施近中长城的规划 那这一个部分呢 那么就请持续推动减碳能源规划 那也请补充近跟中长城它的齐层 比如说假如你是配合2025年 或者是2035这些的齐层 把它纳到你的这个近城或者是中长城 把齐层能够把它这个序民 那这一次也很好就新增了这个 长期跟异地的500棵的桥木 那这个部分也请补充它的这个减碳效应 我想这个植栽 那么对于环境友善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大概只有这一点的补充意见 谢谢 谢谢 很高兴今天的出席委员没有一个是重复姓氏 所以我就直接讲张委员就好了 谢谢 我没有其他的意见 不过现在你们赠送给国小的已经 他们都已经有同意了 投资那个时候里面有一个困难种原生种的植物 他们说他们要求哪一些 对不对 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形怎么样 是他是不是可以接受原生种的 现在请李委员 我的意见没有被送到 所以我就再讲一遍 第一个是你的那个植栽的内容 太多了 目前来讲就是这个一大堆 我是建议你再考虑精简一下 有些地方你可以把它用那种所谓的 同一个类型的一个树种去种 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营造一些绿美化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这个刚刚前委员所提到那个减碳效益 你们用一下最近的一些资料去算一下 你种了那么多树 你有多少减碳 虽然说这个减碳比你们实际上的一些更多的作为 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它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作为 所以请算一下它的减碳效益 那另外一个是我不知道在监制计划里面 你们有没有把这个植栽的存活率 纳入它的那个监测计划内容 如果没有的话麻烦你们把它纳入 那它的频率至少半年一次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还有一位各位委员跟先进 开发单位大家早安好 那我所提的意见呢 开发单位已经具有回应了 所以可能没有其他意见 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开发单位这边 我提的意见 其实你们也都有详细的一个回复 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 我觉得装这个黯淡的一个连续监测设备很好 将来你们也会有氮氧化物的一个连续监测设备 这些操作算数怎么样子回馈到 你的最佳化的一个操作 可以减少后续的污染物的一个排放 以上谢谢 要请陈委员 我们的开发单位 那我想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有做了完整的回复 那同意 谢谢 再请官委员 没有进一步意见 好 谢谢 委员意见很少 不过主席有一点意见 因为我最后问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开发单位回复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马上请开发单位再详细的回复一下 第一点意见就是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负载没有达到75%的氨液散浓度的范围 你最早推幅一下 我没有要求你一定要低于多少 我没有要求 只是说拿一些数据来说明一下 大概可能的范围 你不要多到可能是20pbm那种 就下层 反正就给一个适当的数据 那同时说明一下 这个负载超过75%的氨液散浓度 你们要不要承诺一个限制 因为其他的相关的 大概运转时间的 他们有承诺过 我都直接点名那个新能电厂三个bpm 你们要不要比照办理 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第二点就是 我还是没有办法体会 这个氮氧化的排放浓度 排放量跟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 它要分成两个条件来承诺 我还是没有办法体会 因为你现在是原来是50%的容量因素 现在增加到70% 为什么还要有一个50%的承诺值 而且50%承诺值还比较高 那这个我实在没办法体会 可不可以说明清楚一点 那为什么还要守住那50% 容量因素的一些承诺值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我同样提到这个新能电厂 当初在天然气化电的这个 它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 他们是刚刚好跟你们同一年商转 那他们的承诺值是0.375公斤 CO2 equivalent每次电厂 那你们今天也是一样有两个承诺值 不过这两个承诺值 都比0.375要大 那你们柜厂有没有可能达到同样的标准 那如果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度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 好吧 那以上大概把我们的列行机关 跟委员的意见统整回复一下 你们是不是要时间 应该不需要吧 这边那个顾问公司先代表 开发单位进行委员的一些 相关意见的说明 那如果有补充不足的部分 再请开发单位做一些补充 那首先是区公所这边提到说 电厂这边需要制作一些检介 来做一些居民宣导一些用品 那这边电厂会来做一些整个准备 那后续会做一些检介来说明 那简老师这边特别提到一些相关的节能减碳的措施 那这边跟委员报告 其实在我们这个整个天然气的一个提升计划来讲 它对于蒸汽减煤 对于整个台湾地区整个天然减碳的部分就有一定的贡献 那在电厂的一个相对的效率改善跟整个整水节能部分来讲 电厂是持续都在滚动进行 一直从94年后运营开始 那这个部分来讲到目前为止 电厂都是持续的进行股东检讨 那当然我们后续会将它纳入整个近程中程跟远程的一个 一个简单减碳的措施 会将内容纳入进来 那刚刚有提到说在植栽一个效益 那我们其实在报告里面有提到说 在这个500克的一个植栽的部分 我们估计会有每年7.25公吨的一个减碳的效益 这个部分在报告里面 那今天可能在简报上没有特别把它提出来 那其实在报告上面有提到 那就跟委员报告 那张老师里面 张委员这边所提到的一个学校这边 那后续在审查过后 上一次的审查过后 我们跟学校也做了一些沟通 学校是可以接受 我们后续在第三次审查的时候 所建议的一些素种 原生种部分 李老师这边有提到说 在种类部分 我们先前是以一个整个 希望能够比较大 比较纳入比较多的一个原生素种 来当作未来可以取舍的一些 一些整个素种的规划 后续还是要做西部的一些选择 那当然在学校那边 都有他们的一些需求 那这部分来讲已经做了沟通 那在厂里面的部分 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把它做一个浓缩 根据厂现有的植栽 再做一个相关绿美化的一个配合 再进行选择 所以其实可以把这个素种 再把它再精减一点 那存活率部分 我们会纳入整个检测计划 里面当作一个存活率的一个调查 那孙老师跟王老师这边 王老师这边提到的一个SCR 一个最佳优化部分来讲 其实电厂这边在12月开始 就要进行第一套SCR的装设 那目的就是为了提高 我们的一个氮氧化物的去除率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把它扔进去 那当然跟环保局的零线部分 也会依照CMS的规定 零线规定进行整理研究 那最后是那个朱老师 朱委员这边所提到的 那在负载的部分来讲 那个现在来讲 再大于75%的负载的部分 我们Unsleep的易算 其实是跟新能的脏病电厂 这边所承诺的3PPS 也是一致的 这个部分在我们已经纳入 在报告书里面 再提醒你提醒委员这边 是 今天表上没有写 但是在报告上 我们应该是有纳进来 其实也是follow这个 新能的脏病电厂的承诺 3PPS的承诺 那在负载小于75%的问题 其实自从上次的会议件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跟厂商也做了一些洽谈跟询问 那其实在我们所得到的一个答案 就是说 在负载小于75%的时候 它是属于一个整个机组 快速的变动阶段 那我们在整个触媒 它的最佳的反应温度 是在360度到400度之间 也就是大于负载75%以上 会得到最佳的一个反应 在这个温度以下 是属于一个负载 起庭整个比较快速的阶段来讲 它可能 第一个它时间只有占2.2% 第二个就是说 它可能在触媒上 它并没有办法完全的反应 跟整个一个反应 所以说 原厂商它并没有办法 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是承诺说 我们到底这个安安的易战 能够到达什么程度 当然我们一定会符合 周界的一个排放标准 这个是一定会符合 那如果我们是以一个周界版本 回退的话 会变成48.9%的一个排放率 这个周界以安安的一个 排放标准是EPPM的话 整个周界标准回退的话 是48.9% 这个我们有经过四川 那目前厂商是没有办法 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是说 我们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 没办法承诺这个部分 这跟委员说明 我没有要你承诺 我只是要你说明 可能的范围 没有要承诺 OK OK 好 那谢谢委员 你只要说明大概的范围 是是是 好 好 是是 谢谢委员 再来就是朱老师所提到的 第二点的问题 那大概再跟委员报告一下去说 其实在NAS部分 其实是因应生八二期这边 上次先前 我们在生八二期案 有答应到封德电厂 要在生八二期运转之前 必须要达到小时台湾浓度 14.5的一个 一个浓度的标准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 封德电厂的环差案 里面把它纳进来 其实所以说 我们这次纳进来 主要是跟委员报告是说 其实我们会达到14.5 这是第一阶段 当然我们后续 也因应这次的一个变更案 我们更进一步的 把它提升到小时浓度 10ppm的一个浓度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10层 10层 分两阶段 对不对 看起来是要这样做 老师报告 其实我们现在只有 第一阶段是一个我们的规划 其实我们在规划过程中 因为这个案子又成立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 第一阶段的一个 采放的一个标准更加延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案子是 大家可以看 直接看第二阶段的10ppm 对 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把 那个 那个第一阶段的摆上来 OK 因为 因为刚刚 如果它的适应时间 只有到某个阶段 截止的话 麻烦把那个时辰列出来 其实第一圈的部分 我们现在直接做第二阶段的改善 第一阶段不会存在的 第一阶段只是说明说 我们先前有一个 有一个 封德电厂的 382期有一个承诺 清楚它不会存在 它不会存在 它不会存在 我们是直接进行第二阶段的改善 我们直接进行第二阶段的改善 第一阶段只是一个 我们先前本来的规划 所以可能没有写得很清楚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变更 其实是直接提到 天壤的阶段 由容量因素50% 提到70% 那我们直接做第二阶段的改善 所以刚刚在简报的 一个报告中的时程 都是进行第二阶段 就是容量因素 为了这一次的变更案 去做个变更 对了了解 对了 谢谢 再来就是有关于温室器的部分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先前的封德电厂 曾经有在103年 从容量因素40%提到50% 所以先前我们就有针对 它的谈态强度做个承诺 那现在提高到容量因素的70%之后 因为可能我们预期未来 它因为整个容量因素的提升 它财电调度 它财电调度凤德电厂这边 它可能它的起零次数 会适度的减少 所以我们认为它的排弹强度会下降 所以我们这一次把它 增列的容量因素60%的时候 整个排弹强度的一个下降 所以其实来讲 财电调度 我们未来有可能是50、60 其实都有可能 所以说其实 对于我们来说 它容量因素到50%以上 我们就必须要达到 先前的环差的承诺 然后再提升到60%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盐 其实我们把这两个列进来 是对我们限制更大 可是新人它可以承诺到0.375 您不能的理由在哪里 这个部分就是有牵涉到整个地区性的 我们是在 新人是在海边 那我们是在山上 然后整个它的一个七涡轮机 它的设备 它的一个组成设备配置也不相同 那我们的配置也不相同 这些还有整个台内调度 对我们的调度也不一定是完全一模一样了 根据这几个条件上来看 我们依照过去的一个运转时机 我们做了一个可以答应的承诺 那你补充在你的说明书里吧 好 谢谢 那看开发当然有什么需要补充的部分 委员 尊敬的主席 还有各位尊敬的委员 等我们的主管机关 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下 刚刚主席提到说 新人跟生胖 应该是一样的一个基础 但是新人可以到那个温室起立的一个 一个排放长度 显然的是比我们好 那比我们好的一个原因的话 就是整体来讲 应该是它的效率 机组的效率是比较高 所以它所耗用的开燃气的一个量 是会比较少 那在这边的话 就是说事实上 这个整个机组本身的一个效率 就是说一个顺时时间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的效率是不是真的比较差 说真的 在生胖电力 经过那么多的一个效率的一个改善 生胖效率并没有比较差 但是整年度显现出来温室起立的强度 为什么会比较高 那这里面是跟调度 新能的满车率是远高于在生胖这边的 那我们生胖这边的一个满车率可能 今年大概平均来看的话大概顶多到80% 但是新能的满车率不是在90%的 这个是我们公司部分是没有办法掌握 完全是在台电的掌握 但是重要的是 机组它本身的一个性能 不是真的比较差 那我想 有台电的一个 官网的一个 一个每天的一个 发电的一个出力状况的话 在这边做一个 做一个 做一个 他正在找这个 这个资料 就是说 如果在看在说 今天在 都是在满车的情况之下 那么 风折的基础的出力大概是在多少 那 新能的出力大概是在多少 这是其中的一个情形 就假设 今天都在满车的情况之下 那第二个 在温度的大气温度的 这个环境温度的一个情形的话 大概 如果 通常来讲 南部在台南 那边的一个 南部的温度 都是 比 中部 北部这边都还没有 所以它的 基本上来讲 它的一个技术效率 就是在 天后的一个 大自然的环境之下 相对的也没有一个 真的懂了 麻烦你 把这些理由 把它写清楚 是 那因为 这个 森巴跟 新能 就是同一家公司 然后同一个 类似的集群 是 因为如果差距太大 也太好 所以说明清楚点 是 如果没有任何再补充 没关系 我不是要看 如果没有任何再补充的话 就请开要单位先领行 好不好 是 就要亲自行 就要看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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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过 我 一分钟 好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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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读修正文字为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于发电机组冷机启动时段小时平均值一定于40ppm 于热机启动及停机时段小时平均值应低于30ppm 其余时段小时值均应低于10ppm 二本环境影响差异分析报告建议审核修正通过 三开发单位就专案小组所提下列主要意见以承诺纳物办理 请于110年10月31日前依下列四项补证 并提送环境影响差异分析报告修订本质本署 经有关委员及相关机关确认后 提本署环品审查委员会讨论 括号一补充说明负载未达70%安逸散量浓度范围 承诺负载超过70%安逸向浓度限制为3ppm 二评估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限制为0.375公吨 迁度之可行性 三检视新增桥木树种之合适性 环境监测计划一纳入树木树栽存活率 监测频率至少半年一次 四补充定中长程节能减碳之具体实陈规划 以及新增桥木500阻止减碳效益 五委员及相关机关所提其他意见 六本环境想差异分析报告定早会查后 变个内容时的实施 次为本署法规制式文字 不再宣读请开发单位确认文字内容 被提到第一大点我刚刚没有注意到 它这个两个是分别描述50%跟70%的同样因素 稍微没有标明 对吧应该是这样吧 所以我只是它原来的 我只是它原来的 主席报告一下 这应该是原本的审查结论的文字 主席所说的50%跟70%是我们在 那个总量的部分的一个预估的检讨 对 OK 还行 好好好 反正这个已经不重要 我们就是后面那一段 不再有什么50% 好 如果高单位有没有意见 对于审查结论 把它挪下去吧 对于审查结论